弟兄姊妹们早 在主的带领之下 我们也能够和弟兄姊妹 一同聚集在主的跟前 我们深深相信 主也在我们中间 开始的时候 我想和弟兄姊妹来唱两句诗歌 在我们圣徒诗歌的276首 题目是 主是我更爱你 我想我们自唱第一节给第二节 主是我更爱你 和你更亲密 为你命更热心 向你化更新 对你有更关心 因你苦更贫 更觉得你宝贵 祝主天天扶持 我 给我力量把手 第二节 第二节 有用对你作更勇 受苦更为人 你能犯罪 犯罪跟悲哀 更喜乐 人怨老 更完全依靠 求主天天天扶持 我 给我力量把手 我 使我一生走 在路 使我一生走 我们低头一个祷告 祝 祝我们实际上 来跟随主的一个心愿 祝求你 在这个幕后的时代 在你跨越来之前 祝保守我们 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在你道路上 重心地跟随你 单纯地爱慕你 常常靠着你的恩典 来胜过各样的艰难 祝今天早晨 我们和亲爱的弟兄姊妹 聚集着跟随的时候 祝求你 向我们显出你的容领 用你的笑容来鼓舞我们 祝让我们在根色的道路上 靠着恩典 我们可以和你一路向前 祝今天我们要交通的话语 我们求主亲自 介绍圣灵来在我们里面说话 不单是听话的 就讲话的 都在你面前一同受教 主啊 我们可慕见到你的面 我们可慕 投靠着你的怀中 更多享受你的福祉 主求你使我更得胜 主天天靠着主的恩典 努力向前奔跑 谢谢主靠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我们和弟兄姊妹 先来到几处圣经 我们先读 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 第八节 第九节 前面说到民要共大民 国要共大国 都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那时人要把你们 闲在患难里 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民 被外民恨恶 再读 加勒太书第四章 第四九集 这是保罗 在加勒太的弟兄姊妹 你们心里 我们再读启示录第二章 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你要写信给伊佛所教会的使者 说 那右手拿着七心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 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劳碌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 恶忍 你也曾 思念自成为师徒 却不是师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你也能忍耐 成为我的名 劳入苦 并不罚倦 然而有一件事 我要责辩你 就是你把弃出的爱心 离弃了 所以你等 回想 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并要悔改 行弃出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 从原处楼去 我想我们限度到这里 登下我们喊坏车的几书圣经 在前一段时间 我曾经在这里和弟兄姊妹 讲到男孩子的信息 男孩子是主在牧师的福造 或者说是神 历史的代工作 是要得着的一般得胜者 说完男孩子就是说 这般人 他们是刚强勇敢 站在主的一边 为着主的国度 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的征战 来上神的旨意 成全的 这样一般得胜者 然后我也曾经讲过 圣经中 我们看见一个典型的男孩子 那就是摩西 那么今天早晨呢 我们要从新月 主在教会的福造当中 来看男孩子的产生 刚才我们得到 马太二十四章 主耶稣在感恩上的预言里面 就讲到地上许多的难处 比方战争 比方饥荒 比方温月 这些事情 它都是灾难的起头 这个圣经里面 一个小资著名 这个残难 也区范着生残之难 所以主今天 让我们所奉见的 在环境上一起的试炼 一起的折磨等等 都是为着 要产生一般得胜者 或者说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般 刚强 能够遇足一同征战的男孩子 那保罗在加拿大书 第四章那里 也说这句话 他小子们啊 我为你们再受生残之苦 只等到基督诚心 在你们心里 所以师徒保罗他说到 他在地上说经历许多的难处 也都是为着爱教会 教会中间 能够产生出一般得胜者 我要问你们 再受生残之苦 所以徒保罗他 许多服侍神的神的仆人 也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走 也忍受了生残之苦 那就是为着 要产生出一般得胜者 一般男孩子 那么今天早晨呢 我要从七十六第二章第三章 我们来看到 主呼召得胜者 或者说主在那里 吹出男孩子的产生 我们在七十六里看见 我们的主耶稣 祂是行住在金灯台中间 祂能查看地上 教会的光景 所以七十六二三章 主叫约翰写信给亚西亚 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 那就是在那里呼召得胜者出来 今天主耶行住在我们中间 要借助这些话 来呼召我们 都能够成为一般更随着的得胜者 一般能够与主一同争战 一同打仗的男孩子 那么我们要来看 今天看几个地方的教会 我们先看义佛舍教会 义佛舍教会的得胜者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段圣经了 主耶稣写给七个教会 同一个教会 就是给义佛舍教会 义佛舍教会可以说是 教会当中非常蒙恩的一个教会 因为师徒保罗在义佛舍教会那里 曾经住了三年之久 所以凡是神过的道理 神的永远的心意 都是保罗在义佛舍教会当中 就教导给他们 启示给他们 所以到保罗写义佛舍书的时候 一般弟兄姊妹都知道 义佛舍书是信用那些书生当中 是最高启示的一卷书生 保罗正是被圣灵开启 看见神在永世的里面 要辅造教会 要把天上各样的圣灵的夫妻 都赐给教会 所以一佛舍教会 我们只要一托一佛舍的书生 我们就看见 那个教会的光景 那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 就达到那样的一种 在神面前 那样的启示 那样的蒙恩 很可惜呢 住在这里 就遮备一佛舍教会一件事情 他说你样样都很好 可惜呢 有一件事情 我要遮备你 就是你把弃处的爱情 离弃了 所以 主学给一佛舍教会的书信 他的复造得生者 就是讲到 要胜过属灵的放松 一般 比较蒙恩多一点的教会 或者说 在主面前蒙恩多一点的信徒们 有一个危机呢 就是很容易 因为在一够的日子 在主面前 有很好的追求 有很好的学习 要得到主丰富的恩典 但是慢慢慢慢地 经过若干年日 慢慢就放松下来了 你看看 我们的创世纪 看挪亚的故事 挪亚在神面前多么恩典 当全地都是那样败坏的时候 挪亚到着神的启示 他造方舟 又进方舟 然后出到方舟 达到一种非常高的警戒 少年高的警戒 挪亚是一个非常荣耀族的见证人 但是呢 挪亚的故事告诉我们 等到他出了方舟之后 挪亚就种一个葡萄园 他在葡萄园里面呢 他就享受了 那个葡萄所生产的梅酒 他就渐渐呢 就因着这个葡萄梅酒的吸引 他就喝醉了 在帐篷里面呢 他就吃生露体 所以这个呢 那真是我们的一个见解 我们可能在主面前蒙了很多日子 神要是把丰富的恩典嫁给我们 但是我们以为 在神面前蒙了这么大的恩典 渐渐渐渐渐地就放上下来 所以我得到玉佛社教会 主来呼召他们 他有一件事情 我要遭遍你 你应当回改 你是从哪里坠了的 这句话深深没着我的心 因为我们在主面前蒙恩多年 像我在年轻的时候 那么在主面前 有一些比较认真的追求 在主的道路上 要好好地学习跟谁走 学习各样的功课 也愿意为主出一点代价 就摆上我们在主面的劳苦 以及人来等等等等 但是啊 我很担心一件事情 就等到像我现在 已经进入晚年 那慢慢慢慢地 体力就不如重建 记忆力也不如重建 所以在许多事情上 就会有力不重新的 那样一种的光景觉出现 尤其是这一年多来 那个新冠病毒的流行 这一年多来 我们分伦各和弟兄姊妹 实体的聚集在主的跟前 我们都借着视频来聚集会 来和主交通交通 这个道路上很好 但是我就担心 当我们这样在视频里面 没有实际聚集会的情形 我们会不会放松下来 因为现在这样的情形 我们也不必出多少的在价 因为和弟兄姊妹接触的少 我们学的功课也比较少 所以许多时候 我们觉得现在倒是很容易 也不需要出代价 我们在家里 坐在电视机前面 我们就可以聚会了 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个恩典 所以我担心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在年纪浪漫 体力筛退 记忆力也是不行 各方面都是慢慢慢慢的 解释一些力不充心的光景的时候 会不会就失去了 我们当初那样认真 极力追求 坑出任何代价的 那样的心愿 那样的尽力 所以我在这边倒过 就像刚才我们唱的 二百七十六十四歌 求主天天赋赐我 给我力量保守我 让我在主面前 能够不至于放松自己 让我仍然在各样的艰难当中 将年纪浪漫 体力筛退 各分步入从前的情当中 求主赐赐我 让我更加忠心 从放松的光景里面 要求主把我们整决出来 所以这是一佛说教会 主护照得胜者 就是胜过所灵的放松 这是第一封所行 好 我们再读下去 这乐得起是第二章 我们现在要读主 给四妹那教会的属性 我们说第八节 得起 第八节 得到第十节就好 你要写信给四妹那教会的使者说 那首先的 幕后的死果与活的说 我知道你的患难 你的贫穷 你却是富足的 也知道那自成是犹太人 所说的毁谤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乃是撒旦一会的人 你将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 吓在街里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时 你无要自私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四妹那教会的 足够他的护照 就是胜过苦难和失恋 这个四妹那教会 这个四妹那的意思 就是苦难的意思 因为那个自梗 就是有苦的意思 所以四妹那教会 我看在七个教会当中 他是受苦最多的 他的苦有一方面是贫穷 贫穷受到我们生活上 所受的煎熬 多少跟随主的人 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弟兄姊妹 也是服侍主的弟兄姊妹 过去也好些弟兄姊妹 那真是因为忠心跟随主的缘故 尤其是过去几十年之前 像尼弟兄那一个时候的弟兄姊妹 他是出来传道的 跟随主来服侍主的 那许多的弟兄姊妹 他们生活上都相当的艰难 所以尼弟兄就为主 要教这些跟随他 一同做主的道路 来服侍主的弟兄姊妹的需要 尼弟兄就办了一个生花药场 就是目的他们能够解决 就是那许多为主活着的弟兄姊妹 那个艰难 生活上的困苦的情形 比方我们圣经里面看见的 像那个纳萨鲁 他住在财族家的门口 这个纳萨鲁呢 我们的圣经也可以看见 他是一个为着主 忍受了许多数的苦难 所以他的贫穷机构 住在财族家的门口 就是向财族求其 所以最终讲到 跟随着主的人 就常常是为着主的缘故 忍受许多数的艰难 比方说和尚恩教师 和尚恩姊妹 我们到他的传记 和尚恩姊妹 他因为要做信心的道路 他辞去了基督教 那个财会的工作 他完全并信心 活在主的面前 但是要做信心的道路 就是很不容易 所以我听说和尚恩姊妹 有的时候 为主要一块西衣服的肥皂 都需要在主面前好好祷告 娘王主赐给他恩典 让他有一块可以洗洗衣服的肥皂 你只可以看见 一般跟随着为主的生活的人 他的日子是何等的难熬 所以我也记住过一些地方的姊妹 我认识了一个姊妹 当他年轻 在大学里面读书的时候 他和一位同学 就认识了 后来毕业了之后就结婚 那个时候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工作 但后来这位弟兄 他就备足复照 要出来服侍主了 哎呀 那个姊妹就吓坏了 因为她是一个传导人家里的一个女儿 她的父亲就是一个传导人 他就想起当年我父亲 那个为主在那里忍受各样的艰苦的日子 所以他们这些做儿女的人 都不敢再走这个道路 所以本来我给你结婚的时候 我们都是有工作的 那现在你要出来服侍主了 那个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啊 所以把他瞎都瞎坏了 所以一佛说教 这个四面的教会 头一个就讲到贫穷 贫穷的煎熬 第二个呢 讲到疾病 疾病的苦楚 许多根涉足的人 我们经常会碰见 疾病的熬练 像代代神弟兄 从英国被主差遣 到中国去服侍主 你知道 在英国的时候 他的生活是相当不错的 一到中国的话 在中国那个时候 卫生条件就非常的差 所以在代代神弟兄的传寄里边 他有几个孩子 就死在贫穷 疾病 卫生情况不好的当中 有几个孩子都死在那里 所以这个疾病一来 也是相当煎熬 你比方说 像克拉斯贝子梅 像蔡树娟子梅 他们都是忍受疾病的煎熬 不过无论是克拉斯贝子梅也好 无论是蔡树娟子梅也好 他们都是在艰难当中经历了神的恩典 所以贫穷当中为主做非常美好的见证 这个是疾病 那么今天我们要常常碰见弟兄姊妹中间 我在几个教会里面服侍过 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里面都会碰见 有些弟兄姊妹 真是忍受疾病的煎熬 痛苦都不得了 还有仇敌的供给 仇敌供给的苦难 因为主说 我也知道 你自称是犹太人说出的毁谤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是撒旦一会的人 那个就是讲到 你要跟随主 不但是贫穷 疾病 还有仇敌的供给 撒旦的毁谤 你想想看 当年摩西 出来服侍主 要带着一生的百姓 从埃及出来 经过黄烈四十年 熬炼 摩西 忍受了 都算他毁谤 他的姐姐米利安 就因为摩西 娶了古斯人的女子为妻 就毁谤他 还有大潭 雅比兰 这些可乐当的人 也起来供给摩西 毁谤摩西 噢 你要一个人掌权 我们和你 我们都是同样是神的百姓 为什么你可以发命令 示范我们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做祭司 来领导神的儿女 所以呢 我们跟祥主的时候 常常会受别人的批评 供给 毁谤 各种的难处都夹在你的身上 所以刚才讲的你弟兄 因为为了要顾到 当时一般同国们的生活上的需要 他就开办一个生活要长 你知道这件事情 引起仇敌多少的攻击 那毁谤 他一大堆一大堆的落在你弟兄的身上 所以呢 我们看见了 这个就是四面那教会的一个苦难 所以主耶稣特别讲到 你要在苦难当中 胜过这些劫难和死灵 并且主汉说 他说 某个还要把你们中几个人下在劲牢里面 叫你们被失恋 你们避受患难时日 这句话更讲到 在某个世代 这艰难会越来越深 尤其是这个世代的末了 当第一季都出现 那个三年半的大战 临到的时候 那个苦难 那个煎熬 那个失恋 那正不是忍受能够忍受的 今天我们因为新冠病毒的灾害 我们已经觉得很吃不消了 这一年都来 你知道我们日子都艰难了 这个生活上都熬了 我们也不能够出门 我们也不能够叛勤 我们也不能够怎样怎样 你想如果等到 这几多次现了末后的世代 那个大战临到的时候 那你想想 今天的事这算不得什么了 那个艰难是叫人求生成也不能 那非常难 非常难受 那么主告诉我们 虽然要说坏难时日 你不用怕 是主在呼召四妹那教会当中的得胜者 主就安慰他们 主就鼓励他们 第一个 主说 我知道你的患难 知道你的贫穷 也知道那个自称是 于他人的毁谤话 主知道 弟兄姊妹 我们在苦难当中 如果听见主在人说 你所说的一切 我都知道 我在暗中查看 你的每一样的痛苦 每一个失恋 我都知道 这就叫我们心中 到着何等的安慰 并且主言启示 你这样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因为你知道我是谁吧 我是那个首先的 是那个默默的 我是那个死供有活的 所以你不用怕 感谢主啊 主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 那位从死里面复活的主 今天就站在我们的旁边 所以我们将要受的任何的苦难和失恋 我们都可以不必害怕 不管是今天新冠病毒 或者是将来有世界莫非的灾难 我们只要看见 我们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 与我们同在一起 进到复活的生命 也在供应我们 我们就不用害怕 感谢主 所以我刚才讲到 我们弟兄姊妹中间 要好好写在戒难当中 我特别喜欢一位姊妹 宝贝这位姊妹 因为她呀 她的家庭 这艰难的不得了 她的丈夫生疾病 那个帕根性是病 那个儿子相当煎熬 他们两个孩子 其实一个有自闭症 也是相当的艰难 所以我们姊妹 她要服侍她的丈夫 要服侍她两个孩子 所以加尼亚 她说她有三个男孩 要叫她好的服侍 但是她在教会里面 一面大青年聚会 一面做翻译 她从来不退后 我说宝贵的 就是我们的姊妹 在这样出版的戒难当中 从来没有说过 一句埋怨的话 这个就是我佩服的地方 我们有一点的苦难 我们有一点点的失恋 我们的口中就发出怨言 为什么我这么倒霉 为什么这些事情 不领导别人 偏偏领导我身上 但是我们的姊妹 她在这一连串的戒难当中 她不但服侍 没有稍微停下 她忠心服侍 并且各个人都知道 她的口中 没有说过一句埋怨的话 一点苦味都没有 这个就是在四面那教会当中的得胜者 胜过苦难和失恋 好 我们再多下去 我想下面那个毕迦摩和 特亚特拉这两个教会的情形呢 我想把它略过去 因为毕迦摩和特亚特拉教会 他们的难处 就是撒旦 毕迦摩有撒旦周围的地方 并且在毕迦摩 有巴兰的教训 还有尼古兰的教训等等 那么特亚特拉教会 有那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 就耶稀比的教训 所以这两个教会里面 就充满了撒旦的工作 有许多异端邪手都进来 直到今天在地上 也有很多异端邪手 常常会迷惑我们的 所以这两个教会 它是讲到 要胜过撒旦的轨迹 就是认识仇敌的轨迹 而不被那些欲教之风摇动来摇动去 能够胜过撒旦的邪恶的轨迹 我想这个点我今天这两个教会的 的生者我就不读讲了 我们下面再看第五个教会 沙迪教会 现在我们来读 启示录第三章 我们就读前面三句好了 你要写信给撒旦教会的死者 说 那有神的欺凌和欺欣的 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爱明你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你要警醒 兼顾那圣下将要腮尾的 因我建立的行为 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 是完全的 这个沙迪教会 主要呼召得胜者 就要叫他们胜过 所灵的死亡 这个沙迪教会的问题在哪里呢 主耶稣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他爱明你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那就讲到 在撒旦教会这种光景 就属灵的死亡 今天在地上的教会 有很多的教会也是这样 像撒旦教会一样 爱明是活的 就自称是基督的教会 自称是什么什么教会 名字都是很好听的 活的 其实是死的 因为你在那里 摸不着生命的东西 你在那里 除了看见外表的那些建筑物 外表的一些人数 外表的一些日行等等 你进到那个聚会里面去 就摸不着生命的供应 或者说你不能够遇见主 你享受不到主的同在 比方游的时候 我就参加一些教会 参加他们那个布饼聚会 或者说他们就临圣餐的聚会 我常常觉得 在那里享受不到真实的供应 他们要领圣餐 在牧师就站起来 说这个饼 是我的身体 你们拿着池 这个杯 是主耶稣的宝靴 你们拿着盒 然后呢 一分就完了 也没定什么祷告的 所以我说 这个叫做什么 享受主的爱宴呢 这个就是 完全叫外表的行使 所以爱明治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你只能看见外表 许多人的活动 你只看见外面 许多毁煌的工作 但是呢 摸不到生命的供应 这样享受不到主的同在 那么这是教会 基督徒也是这样 我早上探险呢 有些基督徒啊 那正是爱明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爱明的时候的话呢 他已经受过禁了 他也自称是基督徒 但是呢 你和他谈的时候啊 他好像对主不认识 有些人呢 是因为叫朋友 来到教会当中 为了朋友的关系 来加入教会 来受洗的 有一个弟兄呢 他是因为他的姊妹 他姊妹是很好 很爱主 那个姊妹挺地鼓励他 来聚会啊 他很爱他的太太呢 他就来聚会 那么姊妹叫他受敬 他就受敬了 但是啊 你总是觉得 和他谈话的时候啊 就默不着走 所以爱明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所以主耶稣啊 在沙地教会里面 呼召啊 你要谨慎了 要剩下了 将要摔尾的了 主在这里特别启示 他自己 你要给沙地教会的死者说啊 那有神的七灵 还有七星的 说 我知道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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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主特别启示 他是有神的七灵和七星 七灵代表丰满的圣灵 七星代表丰满的启示 这个真正的基督徒 是要对神的灵 有那样的实际的基督和经历 因为主说 时候讲到 那真正败富的 用心灵和诚实来败他的 我们无论是聚会 无论是祷告 无论是查经 无论是不禀 不能够光活在一种外表的形式里头 你必须有神的灵同在 必须有一个基督的身上 有圣灵真实的工作 那个七星代表丰满的启示 在神的光照之下 好像那个东方的这个博士一样 看见天上的心 来引导他们这前面道路 所以神的启示 就在你里面开启你的眼睛 叫你看见神的心意 所以一面你随着圣灵的 与圣灵的基础 一面你对着神的话语的 那个一活的启示 那个亮光照到你心里里面 这样的基督徒 因为有神的灵同在 满了膏油 因为有心的造药 满了启示 满了亮光 所以你就生活在那样一种 新鲜活泼的光景之中 主耶稣说 我来到你们中间 我向你们吹笛 你们不跳舞 我向你们聚哀 你们不彩凶 所以基督徒正式的光景 是活在主面前 是会哭会笑 听见主这辈我们的话 你会趴在主的教前哭 你听见主那个美好的启示 就讲到神那个荣耀的心意 讲到主耶稣基督 那个无比的荣美 你心中欢呼 跳跃起来的 再美哈利路亚 所以一个真正认识主的基督徒 是又会哭又会笑 一个基督徒信出的时候 你既然不会哭也不会笑 你听见那个巨哀的声音 你不会踩胸 听见那个主要的声音 你不会跳舞 你没有这种光景 那个基督徒是走得很艰难很苦的 所以主要求得圣者 要从那个外表形色的光景当中 要进到圣灵的丰富 和神天上的骑士那里面 好像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弟兄 那个弟兄他在教会里面 那过去很多年之前 几十年之前 那他在教会 他就办了很多 他就办了好几个教会 但是他对主并不真正认识 因为他有钱 他就捐这些钱 要办这个教会 办那个教会 但是有一天 有一个传道人 到他们主见来聚会 这个传道人专门讲重生 他一讲福音 讲重生之后 他就站在大门口 就问 你重生了没有 你重生了没有 那有一天 就碰到这个弟兄 这个弟兄姓侯 他就问他 你重生了没有 这侯某人 你怎么问我这个问题 你想想 今天几个教会 都是我办起来的 我当然重生了 那个传道人他说 听你的声音 好像你还没重生 这侯某人 一提起这句话 真的很生气 这个传道人 七有此理 怎么还讲我 好像还没重生 所以那天晚上回去 他心里面受了煎熬 七有此理 我在教会中 那么多的事 许多的工作 都是我这个 我这个卷钱 出来办起来的 你还说 我没有重生 所以当正让他 一个晚上 不能好好地睡觉 在那心里挣扎 难够的时候 主觉得他说话了 你看看 你看看 你这样的讲话 你看这样的 里面忧愁 里面在那儿烦恼 你看 你是个重生得救的人吗 那一天 那个圣灵 他心中做工 神的话就领导他 叫他看见自己的本相 所以当神的光 一照在他身上 把他的本相 显露出来的时候 他就在他面前 毫滔痛苦 跪下来承认自己的罪 在祖民里求主的世面 所以当圣灵 这样做工 光照照在他身上 他哭完了之后 他祷告完了之后 他认识之后 天上的喜乐 就充满在他的心中 那个时候 原来信徒是这么甜美的 认完罪之后 现在起来 天上洗了充满在心中 原来这基督徒是这样的 他说 我的名前 我要去 看看那个传道人 会不会讲我 还没有重生得救 第二天晚上 他一起聚会了 那个传道人 在讲台上一站 看见这个和睦人 就坐在前面 他说 今天晚上 我们要请 这个何某某弟兄 起来做他 重生得救的见证 把这个何弟兄 吓得不得了 哎呀 那这个神 他真是活灵活险了 我昨天之前 没有得救 他就是我没重生 我昨天 我在周面祷告认罪 住了圣灵 在窝上做了工了 他今天就叫我起来 做重生得救的见证 后来这个弟兄 就在周面前 有一个大的转变 后来教会情形也多 也很好 也美好的复兴 所以这个就是 周复兆 从苏联的死亡当中 要遇见这位 有神的欺凌 和神的七星的主 将我们基督徒 整个生命 都能够有很好的改变 好 我们再来看 下一个 弗拉提菲教会 我们读第三章的 第七节 对于第七节 第八节 你要写信给 弗拉提菲教会的使者说 那圣灵真实 拿着大卫的钥匙 开了就没有人能关 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 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严重征守我的道 没有契纪我的名 看啊 我在你面前 给你一个敞开的门 是无人能关的 再度第十节到十一节 你既征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 所失恋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 你的失恋 我必快来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 夺去你的冠冕 弗拉提菲的教会 是七个教会里面 蒙恩最多的一个教会 前面几个教会 祖常常有责备 但是为了弗拉提菲教会 主对他没有一句责备的话 只有称赞赞美的话 主耶稣说 你是略有一点力量 所以我们基督徒 叫六一点力量 就可以了 也不一定要太大的力量 至于六一点力量 主就觉得非常的宝贵 还有他没有契纪 契纪的名 你没有契纪我的名 这个就是说 在弗拉提菲教会中间 是正主为大 不是传扬我的名字 不是高举人的名字 乃是把主的名也高举起来 让主在教会当中被写 他是唯一这位大的 然后他还有弟兄相爱的建筑 弗拉提菲这个名字的意思 就是弟兄相爱 菲拉是爱的意思 特菲是弟兄的意思 所以菲拉特菲就是弟兄相爱 那么特别感谢主 住在教会历史上 就看见好些教会 那正像菲拉特菲教会一样 特别是过去那个弟兄们 弟兄会出现的时候 那真是 叫神的心中 得到极大的喜悦 因为当时那般弟兄们出来 他们不要没有默示的称呼 他们要完全照着神的心意来行 所以当时他们都弟兄相爱的光景 就出现得非常地完美 所以都看见 一直到今天为止 弟兄们在主面所领受的丰富 他经常是给我们有莫大莫大的帮助 特别像摩尔维亚的教会 那个弟兄相爱的光景 我今天因为世间的关系 就不能够都讲 所以这是菲拉特菲教会 蒙人的情形 那么还有一点 他遵守主忍耐的道 他说你既然我遵守我忍耐的道 菲拉特菲教会 他样样都很好 所以主耶稣就呼召得胜者 就要持守你所有的 就是能够征守主人类的道 一个蒙人的教会 他最需要的就是那个 能够持守到底 我刚才讲到弟兄们 他们当时的情形 真是满足足的心意 可惜没有持守他所有的 所以过了若干年日 弟兄会的光景 慢慢就落下去 所以主护照德圣者 要持守你所有的 要征守主人类的道 我想快点时间 时间关系 我快快讲 最后一个老地价教会 我们再来读 其实说第三章 十四集到二十集 你要写信给老地价教会的使者说 那为阿门的 我曾经真实见证的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 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能也不热 我拔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 也不能也不热 所以我逼从口中 把你吐出去 你说我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 可怜 贫穷 下眼 出神的 我劝你向我买核链的金子 叫你富足 欲卖白衣穿上 叫你出神的旧纸 不至于露出来 欲卖眼药 插你的眼睛 是你能看见 凡我所痛哀的 我就自备他 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回给 看啊 我站在门外可门 若又听见 我声音就开门了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奏息 这个老地价教会 主给他们的书信 在七封书信里面 我觉得 最没着我的心 最打动我的心身处的 就是主 在这里给老地价教会 所讲的话 老地价教会呢 他有个失败的地方 他觉得 他自以为 一样一样都有 他说 我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去 他足处这杯塔呢 你是不冷也不热 像温水一样 你以为富足了 却不知道 你是那困苦可怜 贫穷善严出生的 所以我说到 主在这几封书信里面 最没着我的 一点就是 这个老地价教会的情形 我信主的旧 出生在一个非常好的教会 那叫教会聚会所 这个教会聚会所 当七十年之前 我去教会 信主 受监的时候 弟兄们告诉我说 我们的教会 是各教会当中 最好的一个教会 各地方都有我们的分会 都有我们同样形成的聚会 你看 我们中间 真理是最完备 我们中间 首领上 道路是最整确的 目标是最荣耀的 我们的服饰 也是非常完整的 所以那天我去受监的时候 七十年之前的四月 四月中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那个大概好像大约 三百人左右的那样的 弟兄姊妹一起受监 在一个晚上 包括唱诗 包括讲道 包括受监 祷告 换衣服 在两三个钟头之内 把三百人左右的 受监的地方 痛痛都做得 服饰好了 非常完美 所以跟我一起受监 他在旁边 他在说 我听到了 哎呀 他说 这真是令人惊奇 你看 这么两三百人 就在两三个钟头之内 就通通的受监完成了 他这样的服饰 我的世界别的地方 都没看见过 说好不好呢 所以我们 就在那个教会里面 信了主 受了金 一同罪求主 一同服侍主 我们都很 很意外自豪的 就等你看 我们中间都好 很可惜 我们禁不及足的 熬练 慢慢慢慢的 教会感觉最迅惠的 主持人这辈子 却不知道你是贫穷的 你是瞎眼的 你是可怜的 因为一提起我们后来的光景 讲是讲到我们教会最好的 但是 活的历史 教会分离又分离 同工们中间的不和睦 地球们之间 你容不下我 我容不下你 都是要羡 要羡羡自己的名声 所以呢 现在一回想过去 这些年来 都在我们身上 所有的管教 所有的熬练 所有的打击 都是叫我们在主面下 复复下来 承认自己 那真是 我们从前怎么看不起人 人家现在也看不起我们 所以提起我们中间 许多失败的光景 我们就是 盈盈为羞愧 至于在主面前 主啊 我要向你买眼药 求你来擦亮我的眼睛 我要向你买白衣穿上 我要向你买活年的景色 求主 据我们脱离 那些自以为有 自以为富足 自以为样样都不取的 在光景里面 这么看见 正是看见自己的软弱 但愿我们就像 那个耶利沟 那个瑕疵一样 在主面前 一个道口 主说你要什么 那个耶利沟 城门口 那个瑕疵说 主啊 我要能看见 所以我在主面前 也是学习 主啊 你让我们 经过这些年任的熬裂 这么看见自己的本相 认识自己的光景 但愿 我们能够听见 今天你呼召我们的声音 你今天正站在 我们的心门口 来口门 愿我们听见 你口门的声音 打开我们的心门 不要别的 让主自己进来 让主自己被高举 让主自己充满在我们里面 救我们特立 树林的黑暗 救我们特立 树林的自傲 让我们在主面 正是谦卑地 认受这些小言贫穷 而蒙到主的拯救 我想今天应该时间的关系 就停在这里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啊 你今天 正站在静灯台的中间 用你像火焰一样的眼目 来观察我们 你呢 脚像如中锻炼光明之铜的 那个脚 就行坐在我们中间 愿我们 你正看起主 你来擦看我们 让我们眼睛 把你开起来 认识自己的本相 还千百负在你跟前 主啊 认识 我是无有 你是万有 求主 帮你进来扶照我们 要我们把门心门打开的时候 主 愿你进来 主啊 进入我心 来充满我心 拯救我们的河岸 拯救我们的贫穷 拯救我们的下业 但愿 你的浮躁 正能够躲在一旁 等圣者 但愿 能够真正站在和你 站在一起 和你一同真正男孩子 能够早日出现 主把今天的话 吊在你的手中 愿你祝福你的教会 祝福我们 所有的弟兄姊妹 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